采收药草 手脚得快 因为太阳瞬间就不见 突来的雷震宇 志工得跟老天爷比赛 谁动作快 整个收成过程 农机具帮了大忙 刚好我们的苏龙常师兄 有叫做小牛的车子 节省很多的时间 蛮长跑的小牛适量农用车 是果农殊荣昌的宝 种药草的技术也都靠它 水放得太多是容易烂 所以肥药什么东西 我们是要相当注意 水不够 像现在天气的话 马上就再死了 我们这都是爱草 是雨薰草 从小他家门前就种满药草 这是乡下人的医药箱 就这样子剪 一两份一把就可以了 一把鱼心草洗净后 加水蒸煮就搞定 向下的人就知道这个位 鱼心草嫩吼 好嫩吼 那民间用法跟中医师在用法 是让雷似雷同 鱼心草用按那种化痰 真的呼吸到有痰 痰比较多的话 会拿来一些化痰用 曾任君子的他 为了照顾老母亲返乡务农 也经营公司 即使忙碌也不放弃做志工 那时候我们的学员长是杜龙董 回来我说一定要来培训 像他们一样 支业要顾 家业要顾 私业要顾 君人的坚定融合农人的智慧 苏荣昌用人生智慧种药草 守护众人健康 大约新闻屏东花莲综合报道